哈囉 大家好 我是芝芝 那其實明年是新式學測的第一次考試 所以其實大家都很關注學測的考題 或者是考科的重要內容 對於很多學生你們來說 所以學測考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那尤其是國文跟英文科 它等於是一次考試就定生死了 有一點點像以前聯考的方式 不過我也沒有考過聯考 不太知道說聯考到底是怎麼樣 但是所以國英是很重要的 那我要跟你們分享就是 十個題目 題型 考好 看懂 你的學測至少增加一級分 那我們一起去書局看吧 介紹數理科 那數理科一樣每一個科目會挑兩種一定要讀懂的題型 然後這題型每一科的這兩種題型讀懂 你的學測起碼會加一級分 那文史科呢請大家看這一支影片囉 接下來要說明的是數理科的第一個科目數學科 兩種很重要的題型 在書裡面會有一種是大考長考題型 大考長考題型呢 例如這一題 37頁的立題3 這一題是大考長考題型 那你以為題目只有這樣嗎 是 題目真的只有這樣子 但是它的重點是呢 它有搭配了一個重點整理手冊 它會針對這一個大考的常出現的題型 老師會在這裡寫出重點招式 還有還有一個密技傳承 這個密技傳承呢是告訴你 你針對這樣的題型 老師幫你整理好的 是你一定要懂一定要掌握的 所以第一種大考長考題型呢 題目只有這樣 但是呢不要忘記有一個重點整理手冊 它會有密技傳承 讓你知道說這樣的考題裡面 有什麼一定要掌握的重點 第二種呢 數學的第二種題型是扣合時事題 它會用本土天團的演唱會 運用數學的方法 來估算三萬人同時唱歌聲音的音量大小 那我覺得這個還蠻神奇的 就是透過數學的方式 你可以去估算大家在這個空間裡面 三萬人同時唱歌的聲音大小 那這樣的題型呢 它融入了簡單的單選題 還有一個是手寫題 那手寫題呢 在數學裡面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其實你會很想知道這樣的手寫題 我可以得多少分 寫到哪得到什麼分數 那這一個呢 數學A學測12週的解答本裡面 它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手寫題呢 我寫到哪裡可以得五分 所以你可以針對這個步驟一 步驟二 步驟三 去了解說 自己幫自己改分數 看你可以寫到哪邊得多少分數 那我覺得 有一個我那時候在看 覺得有一個蠻有趣的現象 我一開始以為 我拿寫完步驟一我就得五分了 可是其實不是這樣子 就是你要三個步驟都寫完 你就會得到這一題的完整分數 所以這個方式也可以告訴我們說 假設啦 我們在寫這一個題目的時候 可能我們以前都有一種經驗就是 我只寫到A觀念 但是其實我不知道 原來A觀念只佔這一個 考題裡面的三分 如果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會以為我真學會了 但是其實不是這樣 我們會在這個評分解題過程裡面 告訴你說 寫到哪一個地方得多少分數 那當你完整答題完之後 你的總分是多少 所以在解答本裡面會針對 非選題 首寫題 給一個解題過程的得分評分標準 那這是數學兩種最常考的題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物理科 那物理科也有兩種 就是重要的經典考題 第一種是大考常考的經典題 當你看到這樣的圖 滑輪力圖還有摩擦力 像這樣的經典題 像這樣的經典題呢 在我們的物理學測16週裡面 都會有不停這樣的經典題出現 那練的就是要讓你練 這種題目絕對不能失分 所以這種第一種是經典考題 那再來呢 在新式學測裡面 物理科裡面 還會有一種是探究實作題 那探究實作題呢 它會給你一些內容 那我們先來聊聊就是官方的 就是探究實作題 在大考中心來說 命這樣的題目其實是在測驗你 會不會未來能不能好好的做學問 那做學問其實在自然組的學生來說 其實它衍生的就是做實驗嘛 所以探究實作題 它是從這樣的命題概念出發的 那探究實作題在這個題目裡面呢 它除了有簡單的單選題以外 它還有搭配了手寫的混合題型 所以探究實作題 我們會在書裡有一個很貼心的設計 在題號前面會有探究這個小字 所以探究實作題呢 鑑別度就是從這裡來的 所以這樣的題目 你們一定得把握 就是問那個自然組的學生 這樣的題目其實對他們來說 不只是一級分 可能它會連帶了不同的科系 目標科系的差距 接下來要講的是化學科 那我不知道在看影片 因為這一支影片是佛數理嘛 所以一定是自然組的學生 那自然在看這支影片的自然組的你 會不會想到一些重要的觀念 譬如電子軌遇 你就會發現說 你腦中會有一些電子軌遇的畫面圖 那這一種呢 經典的題目啊 在我們的新全盛裡面 在每一週都會有這樣的經典題出現 例如這一題的電子軌遇圖 那經典題呢 出現的用意是什麼 就是要讓你練習到 即便你閉上眼 你都會 只要掌握到這個關鍵字 你都可以猜出 它要考的內容是什麼 所以這是第一種經典考題 在我們的書裡會有 那再來呢 就是剛剛提到的化學科 還有一種第二種題型是素養題 那素養題它就包含了圖表啊 生活情境運用 或者是長文閱讀等等的 這樣的題型 素養題在我們這一本書裡面呢 會在題號前面有一個素養題的標示 所以如果說你已經是化學科這一科的程度很好的同學 你可以優先練素養題 把素養題的題目搞懂 那這個就是可以做出一個鑑別度 所以這是化學科很重要的兩種題型 一種是經典大考常出現的考題觀念 這樣的題型呢 我們會打散在每一週裡面不停的重複出現 讓你練熟這樣的考題的手感 那第二種題型呢 它就會是素養題 那素養題呢 是針對譬如說 比較就是如果你對化學科已經掌握程度很高 那素養題你一定得練習 所以這樣的題目呢 這兩種題型是化學科最常出現的題型 那一定要把握 是地球科學 那地球科學它其實是 就是一個複合型的科目 那這樣的科目 地球科學在自然科裡面 它是跟你的生活情境是比較有相關聯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這樣的題目 其實它就很經典的素養題 它就是在你野外求生啊 或者是拍照的時候 你可以拍出一個最接近某一個月份 從照片裡面去判斷說 那一個角度是哪一個月份 其實我覺得這樣還蠻有趣的 所以這樣的素養題是地球科學裡面很經典的 那我們一樣會在題號前面做一個小貼心的設計 那這是素養題的第一種 你一定要掌握的題型 再來第二種題型呢 是探究實作題 那探究實作題呢 它會給一段的文字 讓你從這一段文字裡面去收集資料 或者是做一些推論判斷 了解一些操作變因 再去推論出這一個題目裡面 最合適最接近的答案選項 那這樣的題目呢 它是屬於難度比較高的考題 那難度考題很高 除了你要熟悉以外 還有你要不停的練習 因為這樣的題目呢 它就可以拉開你跟同學的距離 所以兩種的經典考題就是素養題 再來就是探究實作題 最後一科呢 是理科裡面的文科生物 那其實生物為什麼要講它是 理科裡面的文科呢 但是它的用意其實不是要你背 而是要你去理解 那像是說就是細胞啊 顯微鏡下的細胞 不同細胞有什麼樣的功能 其實我們從這樣子的題主題裡面 去做全面性的思考 那它就可以比較知道說 各種對應不同的細胞的功能是什麼 那這樣的經典考題 在我們每一個主題下 都會有這樣的經典考題 那經典考題的用意是 測驗一下這樣的基本的概念 或者是參考的觀念 你有沒有把握 再來呢 生物裡面第二種經典題型 是探究實作題 那探究實作題呢 它融合了混合題的方式去做呈現 所以它有簡單的單選題 還有手寫題 那探究實作題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活用所學在生活裡面 所以這樣的題型呢 不只說我只是在 可能為了學測的大考準備 但是這樣的概念 其實未來你在生活裡面也會遇到 所以它可以讓你活用所學 所以探究實作題 它會融合混合題的方式去做安排 這樣的題型在那個這個科目裡面 每一週都會有這樣的題型出現 那這樣的題型 你熟加練習以後 你就可以比較好把握這樣的新題型 然後拿到比較高的分數 以上是我們的數理科的十種 一定要搞懂題型的介紹 那這十種題型呢 你搞懂弄熟了之後 你的學測積分一定會激增 那別忘了我們還有一支 文史科的十種題型的影片喔 如果你對文史科有興趣 可以點這支影片去做觀賞 如果這些影片對你來說有幫助的話 請別忘了幫我們按讚分享加訂閱喔 我是龍騰特派元芝芝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今天的影片呢 是我們其中的一個小主題 如果你還有針對學測不同的考試的內容 還有不同的主題 你想要多做了解的話 請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我們會盡力去完整的呈現 你想要聽到的內容 那這是龍騰文化想要了解學生 就是你們在想什麼 你們需要什麼 那我們會盡力去做一些 提供你們更有需要的資訊 那這是龍騰文化總不惜參考書的YouTube頻道 掰掰